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手把手教你制作VR技能课程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 鼠标模式的这个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PPT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重点 就是这个来压模块鼠标模式的这个分析 以及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事例 因为后续我们会用这个单面机对它进行操作 所以呢今天呢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模式 以及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鼠标模式的这个操作 说起鼠标来呢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几乎是这个PCG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当然现在出来这个平板与电脑二合一的这种设备了 那么这种设备一般都有触摸屏 所以呢有些时候可以离开鼠标 但是精确定位的时候呢 还是不得不使用鼠标的 鼠标呢就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定位系统 之前的这个鼠标按照它的定位原理呢 可以分为机械式定位和光电式定位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大部分都是光电式的了 在几年前的时候还是那种机械式的定位 就是鼠标下面是一个小球 小球 然后你往左滚的时候 它就会触发X轴的那个计数器 往下滚的时候就会触发Y轴的那个计数器 然后现在的话都是这个光电式的鼠标了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可见光的光电鼠标 你把鼠标翻过来之后会发现它后边是红光 往下照 现在呢鼠标呢大多数都用这个不可见光了 就是你把鼠标翻过来之后 那个光线你也看不到了 这是常用的两种定位方式 那么除了这个定位系统之外 剩下的就是最常用的就是这三个按键了 这是我们最普通的这个鼠标 包括这么四个部分 当然了还有这个USB接口啊 或者是无线鼠标 包括这个发射器啊 RF发射器 还有电池啊等等这些 这些属于我们不经常操作的部分 然后有一些高级玩家呢 会有一些游戏鼠标 这个按键可就不止左右键和滚轮这么多了 还有一些很快捷的按键 在这个挡指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这种的鼠标呢 也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范围 我们今天只说一下这个通用的鼠标 鼠标定位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公标移动处理 那么公标移动处理 实际上它的基本原理是把这个屏幕分为X和Y两个维度 也就是说这个屏幕是二维的嘛 它就直接建立一个X轴和Y轴 然后某一时刻这个光标所在的位置呢 我们把它标记为X和Y 这个X和Y呢 可以理解为是这个光标所在的这个绝对位置 但这个绝对位置呢 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蓝牙模块来讲 并不关心它是到底是多少 因为这个绝对位置主要是由用户决定了 它让这个鼠标指到哪的话 就通过这个用户的移动去来决定这个决定位置到底是多少 所以呢 我们鼠标发送给上位级的这个光标 光标的数据实际上是它的这个位移变化量 就是X比和Y比并不是这个绝对位置XY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大家用的这个电脑屏幕的大小 以及这个应用程序所能占的这个屏幕的面积 都是不确定的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13寸的这个电脑 大家有的人可能用的是15.6的 可能有的是14的 还有可能有的是12的 或者是这个更小一点的 像9.7寸的这个派的平板 那么如果鼠标发送这个绝对位置的话 我要把鼠标移动这个屏幕的左上角去 那么它可能发送的是 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光标定义的话 它可能是00 如果发送到 如果我移动到这个最下方的话 它可能是这个 1000多乘以900多 就是X是1000多 Y是900多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是大家的屏幕尺寸发生了变化的话 那这里还是00 但是这边的话 这个数据就根据大家的尺寸 屏幕尺寸而定了 所以这个鼠标发送绝对位置给上位级的话 是一个不可行的方案 那么 鉴于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 我们的定位呢 可能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我们鼠标发送给上位级的只是光标的位移变化量 这样的话呢 不管你当前所在的位置XY是多少 我只发给你变化量 比如说你刚好这个光标位置在这里 我发送了一个位移变化量之后 你越界了 那么就刚好卡在这个边缘上了 也不会出现什么其他问题 如果在这个边缘往左移动的话 那我就相应的发送XP和Y是多少 那么这个光标就自动的往左移动了 所以它最终绝对位置是如何生成的呢 它是根据当前这个绝对位置XY 加上这个位移的变化量XP和YP 就得到了光标移动的这个新的绝对位置 那么XP和YP的这个正负呢 就决定了这上下左右移动 就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左移 你可以右移 上移 也可以下移 那么因为上下左右是四个位置 而我们X和YP它只有两个量 所以就用它的正负来组合成四个量 那么就决定了上下左右的这个移动 鼠标里面这个按键的处理 实际上是发送鼠标的报告到上位机 那么标记某个按键处于按下状态 就当我们把鼠标的每一个按键按下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释放这个按键的时候呢 它会再次发送一次鼠标报告到上位机 标记这个按键被释放掉了 我们这个蓝牙模块呢 它是通过这个HID协议发送这个鼠标报告的 那么发送的格式呢 是一个固定的格式 它是死的 这个开头是0XFD 就是16进去的FD 然后中间是00 第三个字节是03 然后这里是第四个字节是标记这个buttons 就是我们是左键右键还是中间键 然后后面这个left right就是说这个移动量的 就是我左翼还是右翼 那么这个up down就是上下 然后后面这还是三个字节的0000 这个也是固定的 然后这个左键 也叫butt0 就是 它的值如果被按下的话 我们就发送0X01 那么右键也叫butt1 那么这个它如果被按下的话 就是0X02 那么依此类推 那么buttn就是1左翼N位 那么如果我左右键同时按下呢 那你就用未货 把这0X01和0X02未货到一块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发送多个按键了 就把这值加一起 然后这个上下左右是相对位移 刚才说过了 最大范围呢 因为它是有正负的 所以这个最高位标记的是这个数据的正负 是符号位 所以它的最大移动范围 就是127到负127 那么这是一个鼠标的这个单位移动量 如果超过这个最大移动量的范围 那我们就多次发送移动报告 那我们就多次发送移动报告 比如说我一下子网右移动了 254 那你就发两次127 就组合到了这个254 好 好我们下面进行一下鼠标的这个简单的演示 这个演示呢 只是包括这个光标的移动 我们首先还是 打开这个窗口 然后配置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我们需要的窗口的话 你就点这个重新扫描窗口 好 这个就出现了 然后 resieve这里可以勾掉 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么我们就点击一下connect 然后这里也穿乱的 然后还是一个fail to connect 重连一次 重连一次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连接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扫描一下这个端口 然后bottl 9600这些都没问题 reseal和sand ok 这样我们把这个 程序重启一下 大概是 如果一件什么 我们来说 是 对 对 现在 我们会说 我打开一下 电源 有点 我 智子 这是 那么 spots 我们 只能 好还是遇到了点问题 好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 这个一连报了好多错 但是这可能是这个软件的问题 因为我这个系统也是好久没有重启了 但是这个错误呢不要紧 好像不一定想使用 所以我们忽略它 然后我们现在 把这个摄像头打开 我们看一下 硬件连接的情况 好 大家看一下这边是这个蓝牙模块 以及我们的这个USB转TTL 那么这边是我的手机 然后手机 大家看一下这个 蓝牙已经显示 连接了这个键盘模块 好我们先回到这个 主屏上 我们在这个 创口助手里边 把这个sand string选上 然后因为我们是这个鼠标模式嘛 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鼠标模式的协议来决定发什么 好我们先把这个字符上填充上 这里边是16进制的 所以我们勾选这个hex 然后第一个字节是fd 第二个字节是00 第三个字节是03 这三个字节是固定的 后面这个buttons 我们先不用buttons 所以给它个00 然后left right 那我们就left 它是负值 right是正值 所以我们就往右移20个 然后up down先不移动 后面这三个字节固定的00也选上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ppt移走 这个也移走 只要这个手机跟这个发送界面 我们先发送一下看 好我们看到这个鼠标出现在这个位置了 但是他没有动 然后我们再移一下 因为发他发动是双相对位置吗 我们一直让他往右移 那就再来一下 好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 这个鼠标已经开始向右移动了 好我在这不停的点 那这个鼠标就一直移 一直一直移 然后大家就有个疑问了 说那我让他一直移 再往下移一点怎么样 这没问题呀 我们让他往右移动一下 然后再往下移动一下 看到没 这就是鼠标斜向下的效果 那我们如果想让他往左移动怎么办 因为这个是16进值 你发送负值的话 他第一位一定是1 也就是说8 然后后面这个再去给他一个值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5吧 那这样就是往回移动 再往下移动 好看到没有 往回移动这个步调大了一些 然后我们再把它改回去 就是上下移动 那么我们如果再往上走 可以看一下这个鼠标就往上移动了 已经移动到屏幕这个位置了 好那么这个就是 今天的一个 协议的分析 以及这个演示的过程 这个按键 我们没有操作 因为这个按键 按下去要释放 这个过程要比较快 因为我们这里 用这个串口住手的话 他发送都是手动发送的比较慢 单片机的话就会快一些 这样这个按键处理 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这个按键处理